正值美国11月份健康保险转换期 民众要如何选好合适的保险计划呢 南加州权威保险的资深健保规划师 特别提醒民众 关注健康保险还有人寿保险 来保障全家人的健康 在美华人把握健康保险转换期 不只能打造出最适合自己 最完整的医疗保险计划 现在还有健保规划师 提醒人寿保险同样不能忽略 那人寿保险是为什么要买呢 今天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家之主 如果今天不幸的你发生了什么意外 甚至是死亡的话 你今天的家人要谁来照顾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靠人寿保险的规划 才能够保护你的家人 然而面对市场动辄上千种 人寿保险计划 今年来新兴的指数请问的险 因为改良了过去传统保险的缺点 加上灵活度高 现在也大受民众欢迎 它是跟着指数的上下来调整 那另外呢还有你保费付进去之后呢 它也会累积一些现金值 所以它也是活着可以用 然后呢它另外一个灵活的地方 就是它适合外国人来申请 所以不管是美国人 甚至是外国人都可以来申请 而有别于传统人寿保险 活着就能用到的保险 近年来更广受民众喜爱 指数型的万能险 它其实有很多附加险 例如说是critical chronic and terminal illness 今天危急critical illness的部分呢 例如说是心脏病啊 洗肾啊 或是眼睛瞎了 或是中风等等 只要这几个疾病发生之后 你就可以活着的时候 把死亡培葬金拿出来自己用 资神健保规划是强调 考量预算资产以及个人需求外 最重要的是要寻找专业的保险公司 为个人两身做规划 观众查询更多保险资讯 请上权威健保官网 以上此东西新闻 彭迪 罗瑞玲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